大家好,我是邱伟辰 那这张图片呢,就是我从这张图片开始做自我介绍 那基本上这是我博士班毕业的时候 我的同事帮我做的博士帽 那他们特别在上面写说我是met in Taiwan 然后assembled in Germany 因为我大学跟硕班的时候都是在最窄的大学 交通大学拿到的 那后来就去德国Maxprong Institute 拿到的Dotter in Engineering Science 那上面这个是我的老板 OK,这是Mario 然后他最常问的问题就是where is Wallen 就是他很常找不到我 那答案就是说现在我已经回来台湾 因为我要响应一日凑宅,终生凑宅的精神 所以就回来交大家入,交大自公系 OK,好 那其实我现在做的研究 跟我未来想要做的研究 可以用简单这句话来南话 你可以想说我基本上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seeing to learn from learning to see 那什么是learning to see呢 基本上你就想象说 我就是想要教会电脑 像教会机器拥有跟人类一样的视觉能力 OK,他可以看懂这个世界 那这也就是所谓的computer vision 电脑视觉 那这边给一个范例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手机上面都有的人脸辨识 就是电脑视觉里面 现在最广泛运用而且最受欢迎的一环 那甚至是有时候我来拿我的手机去做物体辨识 然后甚至我可以看到说 这画面有很多人他的姿态是怎么样 那甚至是刚才那个陈老师 他们要做手术机器人也需要电脑视觉 以后可以合作一下 OK,好 那什么叫learning to see呢 那当我们开始有办法让电脑 拥有一定的视觉能力之后 我希望让他主动去探索这个世界 他从看的 他能够看之后 他主动去探索 我主动去学 OK,那最经典就像robotic OK,你开始让他去做一些组装家具啊 帮你折衣服啊 那甚至到最近很红的autonomous driving 自驾车 OK,那你可以在人类都没有办法 handle的复杂状况之下 让机器来帮你handle 那一切都是仰赖于视觉能力 那最简单的sumulation就是说 其实我希望从现在被动式的电脑视觉 他只是专注解在几个问题上 然后开始主动去探索 去发掘更多利用视觉相关的应用 OK,那以下我们就用几个 我最近的近期的研究工作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交汇电脑去拥有 跟人类一样的视觉系统 好,那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始 其实我们人类就生活在一个 三维的世界里面 而且是动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东西距离你远还是近 而且我可以发觉这些动态变化 但是如果对于电脑而言 他要看懂这个世界 他其实用的每一介是摄影机 那你在拍摄影机上片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把一个三维世界的资讯 把它压缩在二维的图片里面 所以你丧失了深度的资讯 而且如果你只是拍张图片的话 其实你就丧失了动态变化 那很简单 你没有了深度资讯 好,那我们就模仿人类的视觉系统 人类有两个眼睛 那我就有两个摄影机 如果我有左右眼的摄影机的时候 我就有办法把深度给建回来 OK 那你说我现在没有动态变化 没问题 我就只要拍影片就可以了 从拍图片变成拍影片 那你就可能有 有上下时间点的图片 我就可以把这里面发生的哪些动态变化 把它找出来 OK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发现说 这两个东西 其实在过去电脑视觉研究里面 都把它当作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在解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说 其实它们都是同... 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那这也就响应了 刚卸任教大校长的这个 最常讲的一句话 Act together, we go far 两件事情一起解凡的可以做得更好 甚至是小英总统讲的 1加1大于2 OK 而且特别是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跟他讲任何的正确答案 你就给他很多的影片图片 他就自己自学成才 OK 那所以呢 在这边是给一个很简单的范例 OK 你现在有左右眼摄影机 它们都在拍影片 然后呢 我就可以得到 像是这个左右眼 像是你在车子上的摄影机的画面 那我就可以把 场景中发生的动态变化给抓出来 OK 你可以发现说 哪个东西 它在往哪个方向移动 而且呢 我可以把它距离你多远 深度视讯都把它抓出来 OK 那这个其实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performance OK 好 那当我们开始让电脑有办法去看懂 深度跟动态变化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想要做更多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让它看懂说画面 或是你的视野里面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张图片 我希望机器能够看懂说 其实画面图片 这个图片里面 哪个地方是车 哪个地方是道路 哪个地方是人 哪个地方是树 哪个地方是建筑物 那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让电脑去学会这件事情的话 从图片转成这个切割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传统上你需要给它很多的答案跟正确解答 问题跟正确解答 但是其实如果你要去收集这么大量的资料 让电脑学会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那我们就想到了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想到 就是大家开始想到说 其实你从一些便宜 而且甚至不用钱的地方 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 比如说玩电脑游戏 就是GTA 5 就是那个侠盗列车手 你电脑游戏里面就有开车的画面 那我就从 因为我电脑游戏里面 它其实是电脑虚拟出来 所以我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正确答案 那学生就超爽 我就一边打电动 一边收集DATA一边做研究 OK 那好像 或是你可以想象说 好像你就是玩了几千次 马利欧赛车之后 你就说你的真实世界的开车技巧 就跟那个玩命关头的逢敌索一样 但是事实证明 我们这给个范例 人家虚拟世界的确可以做得很好 可是你放到真实世界来做的时候 就会一团乱 那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就出在其实现实跟生活 还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OK 那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像 比如说 我今天我在高中 我模拟考 我把所有答案都背下 所有问题跟解答都背下来了 可是如果我不知道 这些问题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的话 我放到真实世界去考指考 我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成功的指考战士 OK 一定现实跟虚拟的 跟模拟的世界 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重点就是需要你找到 现实跟虚拟世界之间的 关联性 那我们在这个应用里面 就是在做图片切割的 这个应用里面呢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它关联性就是所谓的结构 你可以想象说 不管你是看到一台虚拟的车 或是一台看到真实的车 只要它的结构长得像车 它就是车车 OK 那响应就是以前邓小平讲的 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OK 或者是说 不管你是看到 侦探皮卡丘 或是卡通的皮卡丘 它只要轮廓长得像皮卡丘 你就知道它是皮卡丘 OK 就用这么简单的概念呢 我们就可以把虚拟世界里面学到 先抽取结构 再做切割的这个能力 转移到真实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OK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开始把车子跟人 跟这些道路切得越来越好了 那这其实也是世界上 至少截至今年六月为止 是世界上最好的效果 好 那其实在我们教会电脑 拥有人类的视觉系统 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慢慢也学到说 人类的视觉系统是怎么样子去运作 那当我们学会人类的视觉系统 怎么运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反向过来 利用它来做到一些有趣的应用 比如说这是一个人类视觉系统 一个很有趣的特性 叫做视觉显著性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去猜测说 人看到一张图片的时候 我会先专注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 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你可能会先关注到那一对情侣 再关注到长颈鹿 那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利用这个视觉显出镜来做一个有趣的应用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想要把长颈鹿变得比人类 比那一对情侣更加显眼的时候 我到底要怎么去修改我的图片 OK 那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东西其他应用叫做 saliency guidance的image manipulation 那你可以想象做一个很直觉的应用 你今天在做 你在浏览一个网页 你看这个报导 报导里面有一张图片 如果我把这个图片里面的长颈鹿 变得更加显眼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要有可能去点到附近 我正在广告台北动物园的广告 那这个东西叫做 关联式广告 OK 那可以增加广告的点击效率 OK 那我们其实就是用了一番方法 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系统 你只要给我一张图片 以及你想要强调哪个地方 我就可以帮你改出一张图片 而且这一切都是电脑 自己去学出来了 我不需要给它任何正确答案 它自己去学 而且它会自动决定 它要怎么去修改图片 那比如说这边一个简单的例子 看你我这边有一个图片 是苹果跟香蕉 一开始呢 人类其实比较容易关注到苹果 那我现在要开始强调香蕉 OK 那我的演算法 我的电脑呢 它就自动地把香蕉变得 看起来像烂烂的一样 提醒你说 赶快这个香蕉快烂掉 赶快吃 OK 所以你的注意力呢 就会转移到香蕉身上 那或者是说呢 一开始呢 其实人看到这张图片 男生看到这张图片 中间这张图片的时候 我现在是卖雨伞的 我想让雨伞变得更显眼 那它就会把你改成这样子的图片 让雨伞变得更显眼 OK 那这件东西呢 也可以延伸到一个更有趣的应用 就是 其实我一张图片给你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猜测说 这张图片容不容易被人记住 OK 如果我一张图片想要让你 比如说我今天打广告 我想让你看到这张图片 就一辈子忘不了它的话 就是有点洗脑的感觉的话 我就可以想办法用我的演算法 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这边去给一些翻例 比如说像是在 像是在这个左下角这个地方 它有两张图片 这边就是两两张 左边都是修改前 右边都是修改后 我想要降低这张图片的可记忆程度 那原本的这张图片 是一个海港的图片 它就很特别紫色的颜色 紫色的色调 所以你会觉得说 它其实很特别 你会容易记得它 那当我跟电脑讲说 帮我改成 比较不容易被人记住之后呢 它就会帮我修改成 这样子的图片 看起来就是比较自然的色调 所以 就是很一般的图片 你就比较不容易去记得它 OK 那这一切呢 基本上还是一样 就是我不需要跟电脑讲 正确答案 它就自动学会怎么去做 OK 那这也是今年我们学生的work 那接下来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可能是没什么用 那 其实现在大家手机上面 其实有时候会玩一些app 就是比如说 把一张图片啊 把它转成某一种风格 OK 这就是所谓的style transfer 风格转换 那我们今天就想要做一件事情 当别人都在做风格转换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跟别人走 不一样的路 我们想要做风格反转换 就是从一张已经被转成 某一种风格图片转回来 OK 那当别人做不到事情 我们做得到 OK 当别人的方法 完全没有办法把一张 被转过的图片转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方法可以帮你转回原本的图片 而且你不需要给我任何外资讯 你只要给我一张 被风格转换后的图片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说 你一开始是把一个风景 一个摩天大楼的风景图 我先把它转成第一种风格之后呢 你之后就可以把原本的图片丢掉了 我可以帮你转两次 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 到最后的时候 你还有办法看出来说 这其实是一张 摩天大楼的风景图 OK 所以这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就做到了 OK 那利用这几个范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怎么教会电脑做的这些事情 而且在教会电脑看懂这个世界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应用 OK 那在这边还是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科技部跟年轻学者养成计划的支持 那最后我的研究基本上 还是一样用同一句话来 summarize 就是seeing to learn from learning to see 也就是从computer vision的角度 慢慢往所谓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且是更high level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方向来前进 OK 那这是我从开始计划执行之后的一些publication 那这是我实验室的学生 那也很感谢我有一些 在不管在国外或是国内 有一些很不错的cooperators 好 谢谢